那在这两个月当中 其他人的这些人民跟数字 都大概都对了起来了 那检调有陆续的约谈 那包括唯一有对 外证实的这个谢国良的这个家族 给了200的这个数字 所以在这两个月 检调侦办的过程当中 这个档案变成好像是为真 所以很多民众党支持就开始怀疑 那既然这些人都已经承认 他们确实有给 这个柯文哲这些现金 那我们的支持就会怀疑 你这些现金到哪里 那进而在想到 那既然第一笔是写审金小省1500 那这个1500会不会也是真的 那因为这件事在两个月前 大家比较觉得 这个是天方夜谈 怎么可能用人家 用水声碟来记这些 这么明白清楚的帐 然后还把它记得这么清楚 然后把人民跟这个数字对起来 结果这个检调这两个月查下来 又看起来确实有这么一回事 那接下来检调要证实了 这个1500的这个数字 到底在哪里 就是这两个月 接下来侦办的重点 所以这两个月的一些新闻 跟检调洩漏出来的内容 其实有一些民众党支持者就觉得 你柯文哲怎么会去收这些钱 然后没有寄到账 就是没有入到我们民众党的 政治现金账户里面 或者是你去年在 今年或去年在选总统的时候的 这个总统政治现金账户里面 因为确实去查还真的都没有 那这些给的现金 到底到了哪里去 所以我们自己的民众党支持 也会怀疑 你这个账到底是怎么做的 因为一开始我们说柯文哲 柯文哲一代 2014的柯文哲 主打的公开透明 你这不收这些建商 或者不收这些财团的钱 结果你到了柯文哲3.0 这些钱怎么看起来有点 因为以目前的案情来讲 讲不清楚这些给的现金 到底到了哪里去 因为确实没有交代清楚 所以我们自己的支持 也会有一些动摇 那我看其实还是有7成5以上的 我们自己民众党支持者 还是认为柯文哲是没有贪污 或者是这个土力的意图 就连我也觉得怎么可能 就是他要做早就做了 那怎么会去 怎么会去用一个这么奇怪的方法 然后去 比如说我们说贪 我们讲黑黑黑色一点 贪污有很多种 那你怎么会用一个这么明白 容易被抓到的方法去做 所以我个人也很怀疑说 柯文哲到底是不是被人家所害 还是他身边的有怎么样 就有抽钱 或者他其实有交代下去 但是身边的没有照着做 会有一个这个疑虑 那就是这两个月 接下来这两个月很重要的关键的点 就是说检调差不多 该把起诉书写好 也要差不多要写好了 该查的也应该要查的差不多了 那就民众党支持来讲 我们最怕就是起诉书里面 写的一些内容 会让我们看到柯文哲在做事 或者是他身边的人 因为包括现在 收纳进去的 有一个大帐房李文中 他们在处理金流的事务上 并没有像他们一开始 像我们这个 我们说柯文哲1.0 一开始出来的时候 这么公开透明 有些钱 就是不明不白的 把它给藏起来 这是民众党支持的 目前最担心的 但是大家对于柯文哲 不会贪污这件事的信任度 还是有的 因为毕竟这些钱 到目前为止 已经查了两个多月 都还没有直接的证据说 这些钱直接进到柯文哲 或者是他身边亲人的 任何一个账户 顶多他说捐钱 但是钱不知道到哪里去 或者是说有这个数字 然后是交现金 那个现金到哪里 现在还没有查出来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认为 还是有很多 我们民众党支持者 甚至这些柯粉朗或小草 还是相信 柯文哲在这个过程当中 可能有一些瑕疵 但你要说他是贪污或是徒利 应该不至于做到这么严重 因为他也知道什么事情是犯法 什么事情不犯法 他可能在接受 在一个竞选的过程当中 接受了这么多 我们说商人 或者是各界政界好友的 这些现金的时候 他的处理有些失误 那你要把它连接到 审慶金1500的 这个金华城案子 当中有这个对价关系 或徒利关系 我认为到目前为止 检方或者是禁检 或者是禁周刊 还没有揭露出一个 明确的方向跟数字 那甚至这礼拜的这个周刊 还写说 疑事在柯文哲办公室 什么样 那都是写疑事 人家这个审慶金去柯文哲办公室 也不是秘密 这就是把一些 不相干的事情连起来 连看看 看是不是真的是这么一回事 但是从目前检调露出来 真实的讯息 目前没有看到 我一开始讲 就是没有实打实的证据 没有一刀毙命的证据 你都是边边夾夾 但是我有一个疑惑 就是说因为这个钱 没有入到民众党的工帐里面 可是当初柯粉挺柯文哲 买商办的逻辑不就这样吗 因为在基金会不透明不好监督 在党也不好监督 在柯文哲的个人账户最好监督 我记得当时说 柯文哲买办公室的时候 其实小草是支持这种说法的 其实有人支持这种说法 但我是不支持 所以其实小草能接受他的逻辑就是一样 就是所有的钱都收到柯文哲的私人账户最好监督 没有我觉得还是工走 就是按照规矩来 你就进到政党的政治线账户 那民众党中央有讲过这种说法吗 目前我看大家也不太敢对案情 再说下去了 再说任何东西 因为两个原因 第一个我们这一届的中央委员会 已经到了最后的任期的两个月了 所以现在有点像是看守期间 所以大家也不太敢对于一些重大的事情表态 因为要交接给下一任的中央委员会跟中评委了嘛 那再来因为柯文哲的起诉书还没出来 所以大家也不敢妄置的下评论 甚至一开始这个神经典150这个数字出来的时候 大家就说这个是什么天方夜谭啊 时间啊都是时间啊 那时候他一查不是时间 后来一查确实是跟这个金钱的数字比较相关嘛 那当然后面就是有待于检调就持续查 所以大家在 就是中央对这件事情 大家是比较像是往 这个硬挺柯文哲的方向去做 那因为大家也不知道真实发生的状况是什么 那目前透露出来的讯息就是 应该说目前这些人真的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如果有人知道的话 只有柯文哲 或者是顶多橘子 或者是李文中知道真实的状况 那剩下这些人都不是啊 讲白都不是核心的嘛 我们没有知道状况 所以没有人帮他解释 所以只能就是啊好吧 那只能上街啦 只能继续上街啊 只能上这条船 只能继续办这些活动 那你也看我上次来的时候也说 办这些活动我觉得OK 但是办个两三场 大概大家比如北中南东 大家心情抒发一下就OK了 可是办两个月了耶 那你办两个月 然后呢这个人数肯定是越办越少嘛 因为这不是一场选举 这是一场挺人家这个司法要正义的一个 那你完蛋的一个事情 所以你这个说法会被质疑 他说没有我们是司法要正义 放出柯文哲 因为放出柯文哲 司法就会正义 可是我看到活动本身有个逻辑很奇怪是 都说司法要正义 但司法要正义唯一标准是放出柯文哲 就是到这活动 当然一定会有人攻击说 历史哥你就是在带风向歪曲扭吧 可是真的就活动现场所传出来的 你去看他们直播什么就是几乎都是拿柯文哲的标语 就司法要正义 如果说民众党以前就这么支持司法要正义的话 那今天如果跳出来说 那你应该要放出柯文哲 我觉得大家合理 可是其实林壮挺司法要正义这个事情 虽然以前有强 但力度都还好 或者是国民党的一些政治人物牵涉到司法案件的时候 都要求国民党要面对 要求民进党要面对 可是突然柯文哲的时候就不要面对 柯文哲变成司法要正义 就是要放出柯文哲 就是我觉得逻辑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活动越来越少 你知道我怎么看出来 就看照片越拍越近就知道了 没有确实真的是 我们讲白了就是越来越少 这也不用说都是拍不到 就是人越来越少 看直播的也少 去现场的也少 那就是因为这两个月办下来大家 我一开始就讲你办这些活动OK 就是支持者都有一些情绪 但是你办这些活动 跟你去影响检调或影响司法 是完全不相干 人再多你也不可能影响司法 跟检调侦办的进度 他该约谈的人他还是约谈 他该澄清的事项还是会去澄清 他该延压 他就是按照法律的逻辑 这个向法官申请延压了 不会因为你外面办了十场 还是办了一百场 跟这个法官或检察官办事有什么差别 姐妹们从烦恼脸上细纹 干燥与暗沉 现在请跟我一起放心交给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它添加五种EGF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 强化皮肤修复 增大肌肤 弹性水嫩 轻松富贫皱纹 换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 国富路 全校精华 精华说 即刻启动 动靈密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